省道上一辆灰色轿车 冲出路面撞上电线杆后 在草皮停下 轿车车头严重凹陷变形 导致驾驶受困 卡在车上出不来 多名园警和医护人员合力 将男子救出台上救护车 但仔细一看 护受伤者的一名黑衣女子 竟然是封兵乡长江丽婷 原来乡长在视察途中 正好路过车祸地点 看见有事故发生 乡长当机立断将原定行程 刨一边并凭借自己的护理背景 在医护人员到达前 协助救援伤者 本身因为是护理背景的我 其实看到这个部分 我第一个一定就是要协助 有时候我们在拼命的地方 我们的人力有幸的时候 其实都是要靠大家 一起来协助 这起事件发生在 30号下午4点左右 台11线逢明路段42公里处 发生一起自撞事故 63岁的陈兴男子疑似过案不慎 自撞路边电线杆后 手困车内意识相当模糊 路过乡长健壮 立即上前协助 过程中不停向伤者喊话 帮助男子维持异事 促进送医后 男子已无生命大碍 给予患者适当的骨折固定后 利用躯干固定器及长背板 将患者拉出 据了解江丽婷在担任乡长前 曾在花莲医院当过护士 这次凭借医护人员的 职能成功协助救人 也在封闭民众心中 留下深刻影像 记者刘吉娇 谢淑雅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